来到第五节,这个叫电影入学教育 我想如果有看电影有读的朋友 这种入学计划我经常都有提及 我觉得有一个我经常都会说的最大的原因 就是你会看到电影现在的功能 如果用一种教学的形式,入学校的形式 它有时就会变得更加重要,还有它的效应 我和之前说的入学计划有些不同 今次会比较多些说小学的学生的原因 因为我们今次这个题目都是讲同声的世界 不得不提都要给一些落水楼花 我们不应该说和同声有关的电影 郑秀文他演出《流水落花》 他最早已经在评论学会拿到最佳类演员 与此同时,他这部电影里面 他也有好几个同声在里面 都是很重要的演出 所以到后来他做的时候 我们看了之后 再将他归纳和大家介绍 那次讲这个入学计划 我说以小学为主 但提及到《级十九岁的我》 为什麽都要再提一下呢 因为他现在分分钟可能 评论学会拿到这么大的奖之余 那时候可能在金像奖里面 这部纪录片 因为现在我们金像奖 还未有纪录片的奖项 他分分钟可能变成了 我们这次《级十九岁的最佳电影》也不奇怪 因为我认识很多投票者 他都说他选了这一部 这个变成了可能有一种 你说是一种颠倒 但亦是一种幽默 就是说一直以来 我们都要快点整个纪录片的奖项 因为现在你会看到 香港的纪录片的越来越多 而且变成了外国人 就认识香港电影 或者我们自己认识自己的世界 纪录片这件事 都已经登上了 可以买票供应的大银幕 都当是一种主流的成分 但《级十九岁的我》 我觉得还有一件事很关键 因为前几天我和导演沟通过 他拍这部电影 他专门找那些有问题的学生来拍 最重要的是 他在关注了一个学校 最重要的是 现在这个故事出来 学校都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基本上大家在现实都知道 这间学校出来的精英非常多 对于这个稳定的角度来说 就是说你不要忽略 在成长阶段的时候 就有些学生在他里面 他是叫做问题学生的东西 但问题学生 如果你能够将他去那里 令他多些懂得思考 而是他思考 就是知道自己好不好 那是最关键的 而是电影的最大作用 我觉得那时候看外国 尤其是外国那些 去讲这些题材的电影 譬如关于欺凌的电影 他亦有一种 里面叫反思的一种元素 即是戏剧元素放下来 而这部电影里面也有 那是有什么呢 譬如他有几个坏的 那几个坏 譬如他已经在那里 现在一个是整个少年的现象 喜欢吃烟 喜欢他或者说粗口 或者有很多这样的东西 就是构极都是充耳不民 又不理 又不会跟你解释 不闻不见不说那些都有的 但是一个最经典的就是 日本片《所罗门王毅》 即《毅政》 就反映出来 在这个级十九岁的我 都可以反映出来 就是利用大银幕 甚至是愚实的记录 比较这个 现在已经过了成长阶段 去到十九岁的那时刻 你在一个大银幕里被殷选了 做其中一个被选的角色 你看回自己 这个叫大银幕上官自在 有时有些习惯的 或者劣根性的那些 他自己看的时候 你自己判断了 在大银幕看的时候 他自己也觉得 因为他的行为放大了的时候 你有不同的看法 你就开始会思考 我这样做对不对 所罗门王毅政的故事 整个来龙去物 他制作一个学校审判 他将这些东西 变成了戏剧的主题 你会看到虽然他说叛逆 很多时候 青春容许叛逆 因为你有的 你有时间可以改变 你有成长的阶段 所以十级十九岁的我 他里面那里 我一直问到导演 你为何那十九岁的我 那个我和你有没有关系 即是和导演有没有关系 导演说 没有呀没有呀 不是的 很简单的 不要这么复杂 我是直觉的 所以我们拍不到 这些是女导演 最有的那种敏感 对这间学校的看法 我们一遇到电影入学校的教育 它里面就是说 在你创作的那里 其实如果你给到年轻人 或者小朋友 他都掌握到一种 叫做创作的途径 而那种创作的途径 是有不同的 那种不同 那时候我们很斗胆里面 玩那些叫做入学计划 那时候同时就将一些 譬如和UFO有关的这些东西 都好像当是一种叫做 通识娱乐的那种方式 引起小朋友的注意 就放在入学计划里面那里 何解呢 因为我们也做过实验 如果从小学阶段 譬如我们今次讲同声同气 那时候呢 小学阶段的那些小朋友 你教具创作呢 那我们也找到一些心得 那我们的心得就是说 跟大人一样 你用一个叫做经典的国际片 是令到他们看完之后 他知道电影的经典的所在是什么 怎样分析的电影 又与此同时就是说 你基于这个经典 你就二次创作 将它变成了是我们的改编作 那样东西出来 那我们所谓的小学的经典的作品 我们就选了这个《月球灵险记》 那这个就是十六分钟的一场 小朋友就不需要浪费很多时间 看了之前 还有他是密片来的 很容易就看到 那这个就要想一些巧妙的 那做了那个效果呢 那我们就可以说到很多东西 关于创作的东西 还有令到它开阔那个空间之余 那最关键呢 小学 小学 中学 高中 大学 大专那些 其实有 你用创作 或者分析来说 它最大的分别 小学里面 譬如今次讲《同声同气》 那时候 你会看到小学生 如果他是在读小一至小三的那些小朋友 你教他的创作 最好是画画的创作 玩造型 电影里面的视角的掌握 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教他 有时候 教他设计造型的时候 还有造型 就带出来 别人会看你的造型 看到些什么 这些就是小一小三的那些 都可以弄出来的 就是说 譬如有时候 你设计一个太空人的服装 跟你学校有关的 那他设计的时候 就怎样弄出来 你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那些小一小三 都已经很多 讲他的idea 告诉大家 那去到那个叫做 高一些 即是四五六年班的那些 你就可以教他 就一个叫 你可能你的写作 都未必会去得 这么完整的时候 你即时想了之后 很短的时间想了之后 你觉得可以说出来 好 你就说出来 那些小学生 最重要的是 得志体群里面 最重要的是 小学生 你创作的时候 你要记住 有一件事 电影是一个teamwork的工作 总之 创作有朋友 我们一定要他们集体创作 一班人 最好就是六个至八个 不要多过十二个 十二个 因为意见太多 你这个小学生 大家是一个小组 做了一个故事之后 然后就讲 你的共同创作 讲这个故事出来 在一个得志体群里面 那个群 就是小学生 那时候最关键 你怎样 学习这种沟通 和认同 那个什么 因为那个方式 就是这样 将它 创作建立出来 至于去到你 个性的创作 那里 就是属于中学生 因为它叛逆的时期 你看到 它自己的个人的见解 那里 开始慢慢慢慢建立的时候 你就开始教它 除了 将你想的东西 写出来 那个将法的 钱文豪你之外 最重要 你自己的那种 就是独建性 你有没有一些想法 和你的好朋友 大家的想法都相同 但也有少少分别 那这个是中学的那个阶段 那个创作里面 一个叫做良好的 就是从得育的那方面 来去推动 至于大专的时候 其实往往呢 大专的那个就复杂很多 但是呢 我们已经叫做迟了 当你去到大学的时候 你只去读电影科 或者电影创作科 那时候 你建立出来的时候 而且现在我们的大学的 那个教育的方针呢 都变得好像工业学院那样 其实很多时候 中学都已经有工业学校 小学已经开始 学你一个叫做一技之长 比如说文科理科 都不是这么有关注性的 那些学生 读工业 工业里面那里 你不要迟 你在成长的阶段 有时有一个一技之长 你已经建立了一个基准的那里 这样就很关键 不是大学 那时就开始想你做一个编剧 因为那时 你就有很多你的心智 就已经变了一个框架 是一个格来的了 那你如果在那个 第一 你原来那个格都没有建立的 就是在创作那里 你不会表达你自己的东西 在你那个叫做 十八二十二大学的时候 然后你去建立的时候 其实老老实实 我们的香港教育制度 由之前到现在 都是一样出现这个问题 所以其实 藉在这个叫做 今次讲《同声同气》里面 都是碰到一样 就是我们电影有读 最关注的一样东西 就是我们当在很多 当你在读书的时期 求学的时期的时候 如果你已经对于创作 或者制作有兴 有一种叫做兴趣 建立的时候 那是一个最好的 一个学习的方式 所以这个针对性 里面来说 电影有读 里面那里都是 在你那个 未曾那个 性格变得这么死硬的时候 你就多开放多点门路 让自己去思考 如何创作 如何制作 那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所以我们都 其实一直都和政府 有这个叫做建立 这个入学计划 从小学到中学 一大学 我们就自己 都已经有这个做 而去到现在的成绩 都可以和政府说 麻烦了 将电影入学计划 可以已经变成了 一个叫做全面性 令到他们借着电影 和电影创作 来去认识 就是学到很多知识出来的 好 这个时间又是过了 过了时间了 那我就和大家说一声 拜拜 我们下一次就去电影有读了